所以说它这个焊机和水平叶之间的话 它是通过石头 通过石头把它把它开开 这些石头啦 板面都已经把它切好了 湿鞋就把它切好了 用机器切的 我在那下面 天自然的石头下面不停了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就来去把这个石头啦 布局来试一下 石头的布局也像树一样 也是需要反复调整的 那么这个 今天这个 我们这个 这批石头 现在其实还是 还是和那个地数的原则一样 这批石头也是先要定主石 就是说把它的主石 就是最大的石头 在哪里呢 先定下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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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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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画的过去的山水画上面的这种破案的这种画 天好是破案 其实最常见到的有一种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把这种石头把它像山峰一样的把它塑在里面 这个是不好的 为什么呢 它在这个镇景是石头不是山峰 石头和山峰是有区别的 尽管山峰有的也是石头的 但是它是两类石 石头看着大多数是比较平坏的 不要太湿坏 也不要用那种通纹很明显的那种材料 所以石头雪还是比较光滑一点 光滑的同时又要有变化 也不要像柔软色那样 完全是光滑的 那样的也不行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反复的推出 比较多的大多数是 exactamente 所以在这个楼残延段 比较多的都是一类石头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摩托 那其实是在这里 那这个面也是我们的 那个冰柄 这个面是一类石头的 ają边的一类石头的 就这样也可以 这是撒 这里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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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